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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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主打入門級市場的TP-Link 更是推出新型號的Archus C20 V2 雙頻無線路遊器 提供最高達到AC900的網絡速度 用三條全響式高增益天線 配合3T 3R MuleMIMO技術 集中強化2.4GHz的信號覆蓋和穿透力 TP-Link Archer C20 V2 以低價錢和高性價比作為買點 外殼表面用了保石切角 整體的尺寸為285 x 223 x 91mm 用3G 3dBi全響式高增益天線 強化訊號的接收力和穿透力 Archus C20 V2支援802.11a B G N AC無視網絡協定 最高網絡速度可以達到 450Mbps2.4GHz 加433Mbps5GHz 用3T 3R MuleMIMO技術 提升2.4GHz頻段 在同一時段連線的風包處理 還內建Quacum最新775MHz的高速處理晶片 優化同時處理多種連線的查詢能力 從而提升信號的穩定性 機背持有重設按鈕 電源開關 WPS按鈕 4個100MbpsLAN 和1個100MbpsLAN接口 正面提供LED燈 顯示WAN和4個LAN接口連線 電源提示和WPS的運作狀況 路由器底部配有大量的散熱孔 令內部硬件有足夠的空間散熱 以應付長時間的運作 設定方面 在首次進入Web介面的時候 會即時轉到QuickSats連線引導 指引用家連線到互聯網 設定傳由引體輔助 簡單方便 在進階功能中 Status會顯示更加詳細的連線狀況 包括已啟用的無線網絡資料 所有有線和無線連接產品的IP 或者MAT address等 Firmware來自SPI防火牆 可以大大提升家居網絡保安等級 更支援WPA或WPA2 WPA、PSK和WPA2、PSK無線訊號加密協定 而且兼容WEP加密 明日用家可以更安心使用網絡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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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